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绝对的答案 也不是万能的答案 而在这所有的里面我们发现 这几年台湾有一类的书已经大量的出现 它就针对了老年的照护 而老年的照护里面又有一块变得非常重要 也是对失智者它的一个照料 那当然这个失智者虽然除了说年老的退化之外 当然还有其他的血管性的疾病或者是入浴尸体 那无论是任何的情况 实际上它就变成是我们当今的社会 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事实 在全世界每三秒钟就会一个人得到失智症 这样的数字实在太过吓人了 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来好好的 来认识这个当前面临到的一个阻碍 或是一个关卡 那实际上有很多的书籍 可以让我们好好的了解一下 那首先我手上拿了这一本书 这本书实际上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作家 他的名字叫奥利佛萨克斯 他是一个非常专业又敦厚温良的方式 来书写他在人生里面所遭遇到的 这些医学案例 而我现在手上拿了这本书 初恋和最后的故事 实际上是萨克斯医师 在他的人生的最后面的时候 那针对我们是他照料他的妻子 或者说他在经过他整个医学的 这个漫长的养成过程之后 他的内心变得更加的喜恋 圆柔也更加的温柔的时候 他怎么样去看待 例如是阿兹海默症 或者是这个思觉失调 乃至于是各式各样的 就是因为这个心理上 所出现的幻觉幻听 或者是这个在认知上 产生这个重大障碍的人 那另外一个我们来看到 就是说如果当我们身边的人 也出现了这个失智的情况的时候 那我们该如何去面对呢 那这是由蔡家芬医师所写的 当最爱的人失智 那实际上这本书 有一个重要的主题 就是所有的失智者 他们就希望 他们还是被当成一个人来对待 而不是被当成一个病患 最主要就是我们还是要对他 就发生在失智者身上 他的症状 他的感受要能够同理 那这是一个最重要的 从初期 中期 甚至到重度的时候 那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样的心态 来健全自己 实际上陪伴这个失智者的家人 也是需要被支持的 那透过这些文字呢 我们可以了解 就是在这些人身上 究竟我们有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而最后一本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书 由文学奖的得主 那包括了这个插画家 共同来写出来这一本书 叫阿兹海默先生 那透过绘本的方式 让年轻的读者 或者说让对文字阅读 有困难的读者 可以让我们来看一看 到底这个失智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例如说你看我和阿公在宿睡了好久 醒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那最主要是阿公害怕他忘记了 所以紧紧抓住这个孙子的手 那其实这里面就显现出一个重要的 一个心理的倾向 也就是失智者实际上 他是焦虑没有安全感的 透过不同的书写 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或深入 失智者他们在心理上所面临的关卡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你按订阅开启小铃铛 让青春爱读书来介绍 更多有关的阅读资讯